今天上午指揮官視察陶基 表示未來會增 評估會增加每週入境旅客的人數 那預計 公佈的時間會再往後一點 請問一下公佈的時間點 是在8月嗎 那有預計放寬的人數嗎 另外有一支市井BA.5已經入境臺灣 以數學模式 來推估7月底臺灣的疫情可能就會反轉 反轉上升 那請問指揮中心怎麼看 謝謝 好 今天到早上到陶基去做這個視察 主要是因為 這個7月14之後 我們每週的入境人數 那提高到4萬 那 雖然是都還蠻順利的 但是 尖峰的時候 那個等待的時間有比較久一點 那我們去看看說到底是 有沒有一些瓶頸 那需要改善或者是解決的 那當然更重要的就是說 也要瞭解一下 這個整個陶基它的這個量能 在能夠兼顧我們的必要的防疫措施 那還有這個合理的等待時間 這兩個情況之下 它的量能能夠到多少 那作為我們未來假設有要開放的一個參考 那甚至這個 有一些防疫措施 是不是要因此改變 邊境的管理 這些都是要預做準備的 因為 這畢竟是我們的國門的第一站 那所以目前為止是還沒有時間表出來 那因為這個我們也要觀察國際的疫情 那國際的疫情現在正在 這個高峰 而且還沒有到到頂 那這個都是要再觀察 所以現在很難有 時間表出來 不過 該準備的 我想就趁這個時間 我們多做準備 那如果可以開的時候 我再跟各位報告 那麼至於說 這個所謂的 這個樹理模型推估 那這個各種模型用的方法不同 那所以 他推估出來就是 的時間點 弱點也都不大一樣 那是不是有可能在7月底就開始反轉 我認為機會是比較小一點 那 會不會是在8月 當然有可能 那至於說他反轉 所謂的反轉就是說 他人數又變多 會變到多少 這個各種說法都有 那我們還是嚴密的監測 那做好準備 那這個 我們很多專家的看法 我們都會參考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路徑總量 放款沒有時間表 但是那個路徑人數的 部分有一個評估的規劃嗎 什麼 請問 路徑的人數放款有一個 比較具體的數字的放款嗎 你說從4萬再變成更高 是不是 我想就是 對 就是在評估這個 因為 這個總量的放款就是要考慮到我們的 很多的 比如說醫療量 目前醫療量的使用 我們的這個 防疫的履數夠不夠 在現行的3加4的這個架構之下 還有就是我今天早上去看的 這個機場 是不是能夠這個容納 這些都是 我們要去參考的基準 那人數的部分 這個就是 我們請他們做一些優化之後 那他們會再回報 那作為這個 我們作為 我們制定 要再增加的人數的參考 目前是這樣